那如果說在解盲前賣這個10張股票 如果真的涉及內線交易 應該是對解盲的成功與否 應該你應該有立場 說這不會成功 所以我要賣嘛 是不是 可是之後你又解釋說 對媒體講說解盲失利之後說 其實這個是很 就疫苗的這個研發來講 它是有成果的 它是有一些成就的 那這個如果站在股票操作 這叫多方耶 是要止跌啊 那我要這個解盲前賣股票賣10張 是站在空方的立場 解盲後你對這個解釋 外界的指引是說 欸 你在這個設 這樣會這種講話不當喔 會讓股票本來要跌的沒跌 那這個立場其實是不一樣的嘛 是不是這樣 這個我聽不太懂 聽不太懂 就是說如果你要賣10張股票 你是不看好嘛 所以才要賣嘛 應該做多一個做空 為什麼只賣10張呢 對 這就是問題 所以我就說 外面在質疑你很多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當然希望科學家是講證據啦 那我們也希望外界對於院長的一個質疑 包括有沒有利益迴避 包括有沒有涉及內線交易 我覺得這個邏輯也要很清楚 如果涉及所謂的內線交易 有兩種嘛 一種就是說 欸 我在解盲前我知道消息了 所以我趕快賣股票 那你的女兒現在目前還有多少張股票 差不多180張 目前耶 浩鼎 那他去賣10張 符不符合這個要放空 要知道結果趕快出脫來求取利益 這個當然這個是一個 一個我們在觀察的時候 也是一個 你賣10張 你剛才說 我為什麼只賣10張 我要是全部賣掉 現在外界有一種聲音啊 當然我問你 問院長可能不見得恰當 譬如說 剛才許委員也提到 他說 我們在講說 浩鼎案的董事長張念慈 在昨天100萬交保 他的理由 檢放在偵辦的時候是說 高層在解盲前一個月禁止 交易的前兩三個月 有出脫了600多張 院長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這我不知道 不知道 好 可是外界更大的質疑是說 有所謂的券空集團啊 有2-in集團啊 是在前兩三個月放了7000張 將近7000張 剛才許委員說 還有去議定0.0%的借券來放空的 所以外界也在質疑說 怎麼沒去查這個 去查這個裡面 我們在整個事件裡面 院長其實我覺得 你回來這個時間點也真的蠻巧妙的 剛好是在選 這個新的中原院院長 是不是 那剛好 我這樣講 不知道恰不恰當 人家說烏漏偏縫連夜雨 我們好像經過投票之後 選了三位的院長 候選人 準備要送這個馬總統簽選 是不是 好 現在郭位候選人被領選的名單之一 本來領選名單是沒有對外揭露的 是不是 不能揭露 不能揭露 發生這樣我們怎麼辦 這個我是 我不知道 還是副院長 王副院長 我們是大家都有約定說 這個候選人 現在已經發生這個狀況了 發生的話我們三位還是 你們還是要送這三位 包括郭位在內嗎 我們不能揭露是誰啊 我知道 我們還是要送 就原來選的三位候選的 還是要送總統 照規定是這樣 一個月內要送 可能更早 因為過去這個只是行政作業 我們就是要送到總統 所以不會再 不會因為有發生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來重新臨選 或者說重新來思考有地補的狀況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 所以不會再改變 名單不會再改變 不會了 不會了 好 我想喔 那個 院長 最近大家很流行 因為我是 我在 我非常關心棒球運動 最近 有一位 部長說他現在九局下半 他什麼事情 他都豁出去講 院長 我覺得你這次回來 本來你不回來 引起外界嘩然 還甚至講說你是為罪潛逃 我沒有說不回來 我們從來沒有說不回來 這個就是問題 你沒有回來 沒有當時說要回來 因為這個立法院來報告 後來又延後 延後 這個是引起外界的一些 或者是誤會 或者是批評 那個是真的身體狀況 身體狀況 好 那其實院長我覺得 其實你對台灣的生計界的一個推動跟發展 有目共睹 我想 有沒有利益迴避 有沒有內線交易 我覺得這個交給司法單位去查 我相信以你今天對立法院坦承來以告的這個態度 我覺得在法律面 在這個我們在談的這個過程裡面 事情一定會越來越清楚 但我覺得你在台灣 依你一個海龜 人才回到台灣來推動這個生計產業 你有沒有什麼 經過這樣子 將近十年了 我講的是說 現在是九局下半了 你能不能拿出勇氣說 我們台灣 到底發展生計產業的時候 現在面臨的困難 或者說我們政府的態度 或者整個延攬人才上 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想短期的挫折把它當作 往向成功的經驗 那我期待政府跟社會各界還是能夠繼續支持 所以 所以剛才吳思耀委員問你說 你會不會堅守到最後一天 最後一刻 會 會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產業對台灣非常的重要 那我還是覺得 我們在這一方面認識還不夠 認識還不夠 所以我希望能夠用自己的經驗跟知識 能夠繼續努力幫忙 台灣在這一方面的發展 所以你會坦然面對 法院 監察院也好 法院也好 即使對你 這個要求要去作證 或者了解或調查 你都願意配合 我完全配合 完全配合 對 好我剛才提過了 就是說其實 你的任期到十月份 對 那這十月份之後 我想 你除了 現在坦然面對 然後對台灣的生技產業 繼續推動之外 我不曉得 像 類似像 剛才其實大家提到 你的好朋友叫張念慈 董事長 那其實大家在談產學合作的時候 這一塊 在談利益迴避的時候 好像會有衝突 就是說 本來你跟張念慈也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共同 在美國創業 但回來之後 成立浩頂之後 當然中研院也有一些技術 是移轉給浩頂 那如果說因為這樣關係好 沒有辦法選擇最優的一個合作對象 或者發展條件來進行的話 那這樣子會不會阻礙很多 這個產業上產學合作的一個精神 就是我講了說 好現在因為內線交易 或者因為這個股票交易的問題 張念慈是被法院 被檢察官要求100萬交保 你對這事情有沒有什麼看法 我當然希望他沒有事 不過守法還是最重要 守法 對 我們要發展任何的東西 我想還是要非常非常的 你對他守法的這個 跟他 以他認識超過30年 你有信心嗎 這是我的了解 但是現在已經在偵查 就讓這個真相呈現 好我想 院長 我想台灣的生技產業 這2020年大家希望到三兆 我想很多的大家都在報導 我希望不管怎麼樣 你除了坦然面對以外 你也應該要好好的繼續本著初衷 讓台灣成為生技產業的大國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你的鼓勵 謝謝 好 謝謝張廖委員 接下來請黃偉哲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翁院長 各位長官 請翁院長 好 請翁院長 請翁院長 翁院長 你好 我想簡單的請問 其實這個委員會對您是相當尊重 也就是說您剛來這邊 剛報告的時候 做了完整的說明 包括大多數的時間在說明科學專業的東西 其實如果說其他部會首長 來到這邊這個講說他 對不起他少會被主席打斷 所以我覺得其實今天您來這邊 我們都願意用一個最誠懇尊重的一個態度 來面對您 謝謝 您剛剛提到說如果這個國人 能夠接受的話 您會堅守崗位到最後一刻 是不是 但是我要跟您報告 國人接不接受您的這個 心不希望您繼續留任 然後能夠希望您繼續做 也在於您面對這個問題的態度 我覺得其實第一點 您願意回來 然後堅程趕回來 請假到4月14號 15號就趕快趕回來 這個態度是第一步作對 接下來可能你要面對 從包括來今天 來面對立法院委員的質詢 還有接下來可能會面對檢料的約談 其實這部分都會一而再再而三來檢驗你 那也決定了這個社會輿論對你的態度 我想問一下 第一個是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什麼呢 您剛剛提到了您對美國稅法的了解 我相信不是你自己應該是有律師告訴你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你對台灣的稅法了解不了解 有沒有人告訴你 對正宇這一塊我不是很了解 對 我當初的理解以為 因為我在美國做正宇嘛 所以沒有仔細 台灣的收入我在美國都有報 但是正宇這一塊 我的確對台灣的法律 我以為沒有事情 你看美國的法律每年的終身正宇 其實你講了很多 我們都第一次聽到